有趣的中文叠字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中文叠字是什么意思 三个言 三个言放在一起 言就是在中文的意思就是说话的意思 那在英文就是speak 那动词是speak 这是一个动词 说话的意思是动词 那这三个言 放在一起 那这个要念作 那英文的意思就是什么 这三个言放在一起 英文的意思叫做speak quickly 那中文就是说话很快的意思 那三个言一次可以讲三句话 是不是说话很快 所以就speak quickly 中文字其实蛮有创意的 大家好好去想一想 再念一次 ta tara ta 四声ta speak quickly 英文speak quickly 那说话快的意思 再念一次 ta 好 第二个 第二个 三个雷放在一起 三个雷放在一起 怎么念 病 这是雷声的意思 那个一个雷就是sunder 三个雷放在一起 还是sunder的意思 一个雷就已经是sunder 英文sunder就打雷 打雷就是sunder 那三个雷放在一起 就变成雷声 雷声 念是念病 百一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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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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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 四声病 好我们看一下 三个追步 念什么 三个追 就是呢 群鸟的意思 群鸟的意思 它是怎么念 念杂 之啊杂 二声杂 之啊杂 二声杂 杂 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只鸟 很多只鸟 或者是聚在一起的聚 聚集的聚 叫做杂 那英文的意思就叫做 frog of birds frog of birds 就是一群鸟的意思 一群鸟就叫frog of birds 好 这个念再跟我念一次 拿来念 杂 之啊杂 杂 杂 二声杂 这是群鸟的意思 一群鸟的意思 frog of birds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 三个权 权就是什么 就是fountain spring的意思 泉水 fountain 或者是spring的意思 啊 所以三个权放在一起 它的意思真的还是有泉水的意思 泉涌出来 三个泉水涌出来 事实上 事实上就是一个泉 泉水的源头 泉水都跑出来了 这怎么念 这还是念 泉 泉水的意思 那英文怎么讲呢 英文就讲spring spring spring 泉 这个字念泉 好 我们再看三个风 win 中文的风叫win 英文是win的意思 三个风在一起 是不是把你吹得稀里哗啦 要赶快跑掉 所以就是金跑的样子 三个风怎么念 念 休 西欧 休 西欧 休 一声 休 西欧 休 那你假如有一些会念 西一欧休 我们讲过 慢慢不这样念 直接 一欧 直接念 西 休 那个西欧 休 直接念 西欧 休 所以变成一声休 休怎么 怎么讲 休是金跑的意思 金跑的样子 所以风 很 来得很大 三个风 一起来 赶快跑 金跑的样子 在英文的意思怎么讲 叫做 run scared run scared 跑起来很害怕的意思 run scared 金跑 就是run scared 好 再跟我念一次 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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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的 休 一声 休 flactone flactone 休 flactone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 就是叠字 希望大家喜欢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